小狗仔、老鼠仔对于田慧英一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儿子鼠狗、小名狗仔 小儿子鼠鼠、小名老鼠仔 一次意外让老鼠仔跟他们分别了二十多年 老鼠仔,你到底在哪儿? 还记得妈妈吗? 有请 你好,小松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 来,请坐,请坐 二位请坐,好 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对,对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我叫田慧英,今年五十三岁 这是我的老爸,黄江松 我来自广东接洋 我曾经有两个儿子 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叫老鼠仔 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 老鼠仔在二十年前给人家人贩子抱走了 原来找我的小儿子 原来找我的小儿子 老鼠仔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吧 家里一开始是什么情况 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在一个农场里 开了一个小店 卖那个糖烟酒的 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一天到晚都出去拉货 不在家 我自己在家里带了两个小孩 那时候 我就一般上班的时间就是在七点多钟 到十一点多钟就回家煮饭 有一天我就下班的时候 一到我家门口的时候都大声地叫 狗仔,老鼠仔你们在哪儿 妈妈回家了 他们哗啦就跑过来了 他就抱住我的手 我问他 你们像我乖不乖 他说很乖 我就煮饭如何了 我说那等爸爸回家吃饭好吗 他说好的 等我老公回家的时候 成了两碗饭 一碗哥哥一碗弟弟的 爸爸为哥哥 我为小老鼠仔 吃的时候 那时候哥哥的脸上沾了一粒饭 沾了一个饭粒 对 小老鼠就看着哥哥 你那个脸上沾了饭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时候感觉到高兴 十分高兴 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 上我下班的时候 我就在街上买了两双塑料鞋 因为要过年了 一双哥哥的 一双弟弟的 他们那天中午吃饱饭 他说 妈妈 那个鞋我可以穿吗 我说可以 妈妈都是买给你们兄弟两个 他说 我跟爷爷 还有两个哥哥 还有一个姐姐 跟爷爷去玩 可以吗 我说可以啊 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 我就放心了 我给他们带出去 那个老村庄 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个小孩子 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 两个哥哥在一起玩 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 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 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 他就去下面调了一盘水 去那个房子后面交菜 玩了差不多两点多钟了吧 那时候有两个人贩子 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 就是我那个小儿子 就是老鼠仔 用外套吧 把他蒙住那个头 蒙住了就抱上车了 就开走了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抢走最小的孩子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 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 包括狗仔在里面 都没事 没事 这个事是谁看见的 是姐姐先看的 那个老鼠仔给 那个两个人贩子抱的时候 第一季姐姐就叫 爷爷爷爷爷 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 听到这个声音 就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 那东西龙活都丢掉了 一直在后面 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就是一直叫人家就 你前面帮我追到 帮我搞到他 不要给他走 他又没有说 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 要是当时他有说 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 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 那个事情就忘了 就说不出来了 一直在追 我老公就赶快就跑到 派出所去报案 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 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 小妹妹 你的那个老鼠子 给人家抱走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 我一方江的时候 连那杯子都丢掉 连鞋都没有穿 一直就跑出去 我说狗仔你怎么了 妈妈 弟弟给人家抱走了 他就一边说一边哭 我也跟着哭 当时我的那个脚的 好像走不动一样 跑到了那一个山庄 村庄的旁边有一个人 我问他 你有没有看见 有人在一个小孩子 在这里过 他说有有有 看见了 对 他说看见了 他说有半个钟头 有两个人在那 带了一个小孩 往这山上跑 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 我跟了我小婶子 也往那个方向 去追 追上去 到山上的时候 我就一边找一边 叫我老叔在 你在哪里 妈妈找你 你怎么不应我呢 就老师 山上就是那个肥音 我没听到我的儿子的 叫妈妈的声音 那时候就好像 不知怎么搞 我就给他们硬拉回去 我都没感觉到不想回家 还是要想找我的儿子 一般那小孩子都跟我一起睡觉的 一边是我狗仔 一边是小老鼠仔 一边就看见狗仔在里睡得好好的 一边 那个眼睛一看到这个位置 是老鼠仔睡的地方 不在的时候 我就心里感觉到 怎么老鼠仔不在这里呢 那时候就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 要三项找没有 就去村庄找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继续找下去的 找了一年多 找了一年多 对 跑了多少个地方 跑了一个一百多个村庄 一百多个村庄 对 但是也都没有 没有 曾经被狗仔老鼠仔围绕的日子 是那么欢乐 那么幸福 怎么也没有想到 老鼠仔会意外被人贩子抢走 三岁多的他 第一次离开妈妈身边 一定哭着到处找妈妈 会不会按时吃饭 夜里能不能睡着 一切的一切都督促着妈妈 加快寻找的脚步 孩子丢失后 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 人贩子的下落 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三年 2001年 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2001年 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抓到人贩子了 对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 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对 抢我儿子的人贩子 第一个就抓到 就是骑摩托车 抢孩子的那个坏人 让公安局抓住了 交代的时候 他说他也不知道 我儿子给人家抱走 因为那个团我是四个人 四个人贩子 过了一天了 那村里就拿了一张通知 给我们说 他就说那个人贩子 又没有说 你的儿子到哪里去了 是他不说 还是说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是只负责抢 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对 但后面谁怎么转手 怎么卖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到了2005年 第二个人贩子 自己投案自首了 哦 他是投第一个的是一样的 是抱的 哦 就是他们俩当时 骑摩托车 抱孩子的那俩人 对 哦 他们两个人一起抱的 因为还有两个嘛 四个人 一个团伙 一共四个人 对 他们俩是抢孩子的 他们是父亲抢孩子 抢孩子的 等于他们俩 只是把孩子抢走 对 但是究竟孩子 转卖到哪 他们没有经手 没有 所以虽然抓到他们了 对 法律制裁他们了 对 但是孩子的下落 还是没有 没有 但是起码看到希望了 对吧 对 我们陆续在抓人贩子 对 到15年的时候 我老公在田间干我的时候 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 跑得好快好快的 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 跑去 他说 黄江松 江松 好消息 我老公当时认住了 说什么好消息 哦 你们那个第三个人犯者 被警察抓住了 归案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第三个人犯者又抓到了 我们又有希望了 那三个人 就哗啦哗啦地流下来 接到电话的时候 那个晚上我就回家 一直回到家的时候 就到解养那个法庭去 第三个人犯者 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见到那个坏人了 见到 那时候我就去到法庭 看到他们 真的也想扑上去打他嘛 因为那时候 那警察什么东西都拦住了 说不能这样说 按照法律来制裁吧 制裁他 对 那他是哪个人犯者 他知道是卖到哪去了吗 第三个人犯者又说他不知道 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 他就拉到第四个人犯者 两个一伙的 那第四个人犯者 把我儿子 抱到老村庄里面去 卖到 捷东的那个村庄去 哦 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对 那不就知道 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第四个人犯者 在大门口外面 他没有进去 他没进去 对 是第四个人犯者 把孩子去卖的 哦 哦 那就找第四个人犯者呀 第四个人犯者 都死掉了 哦 死掉了 对 所以就 问不出来 具体卖到哪去了 问不出来 卖到哪里去了 我老公第二天 就开着摩托车 带我去 拿着我老 我的儿子 那老鼠仔的相片 按一家爱妇去问 第一家 问到最后一家间 隔一间的去问 看见有人家 我就走去问 他说没看到 都不认识 不认识 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就是好不认识 又有线索了 抓着人贩子了 对 觉得能找到儿子了 对 但是线索又断了 是 到了19年 那九月份的时候 那警察就叫我老公 去抽血 对 采血 采血 入库比对 对 九月份采血 因为我在外面打工 我在广州打工 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 说你回家采血吧 那警察说要采血的 采我们的血 27号早上我就 坐了大巴回到家 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 去采我的血 他用那针扎我的手 他说 阿姨痛不痛 我说不痛 这一点点痛无所谓 因为我为了儿子 这么痛我都忍受 就是心痛痛的 没法忍受 当时我想儿子 因为想到 那什么痛 我的感觉不痛 心里才痛的 那警察对我说 你放心阿姐 我们会帮你的 要是有什么情况 我都会联系你的 那时候我就高兴得 很有希望 所以整个这个 找孩子的过程中 其实警察同志们也 也帮了很大的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对对 到今天还在帮助你 对对 我谢谢他们 如果今天 能够找到孩子 孩子应该多大岁数了 今天就是23岁 23岁了 对 想象没想象过 老鼠仔应该 长成什么样了 想象我就感觉到 他的眼睛会 还像小眼睛一样 就是眯眯的笑笑的 我一见看他的动作 我就感觉到 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对 狗仔他也来了 狗仔也来了 对对 一块来找弟弟 对 那我们把狗仔也请上来 好不好 好 让狗仔一块来 我们欢迎狗仔 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 挺好 小伙子 长得多高 多精神呀 成家了吗 没有 没有 还没成家 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在汕头一家中标厂 在中标厂打工 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 你还记得小时候 跟弟弟玩的一些 那些场景 有那些记忆吗 模模糊糊的记忆 模模糊糊 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 是什么样的 很可爱 嗯 还有很听话 很听话 想弟弟吗 想 一直很想 一直也在找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 小儿子 妈妈和爸爸 给他准备了 什么没有 或者说想对他 说点什么话 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爸爸妈妈都想你 因为想了20年 一直分开到现在都20年 20年了 爸爸想对小儿子 说点什么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 我一定要抱住他 那接下来 狗仔 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 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能不能找到老鼠仔 好不好 好 来 三个人往前走 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 看看爱心寻生团 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好 请看 黄叔叔 天阿姨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悦 你们在等着我 荣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 儿子的小名 是叫老鼠仔 他是在1996年的农月 4月26出生的 1999年的2月5号 在接阳市白塔镇 瑞莲村附近 被人拐走 据我们所知 从老鼠仔 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 介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 从未放弃 接到报警后 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 并组织警力 在失踪地点附近 进行走访调查 从2001年7月到2015年2月 我们先后抓获三名人犯者 经审讯得知 劳署长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犯者 但是这名人犯者已死亡 劳署长要求就此中断 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 陆入全国拔款基因库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 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好 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走向希望之门 来 有请 那时候小孩子才三岁 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了很大 在我们的心目中 他永远都是老鼠仔 小老鼠 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家里等你 回家 你快点回家吧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让那个微信的名字 都是取得个想额 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的想额 像我的小老鼠 老鼠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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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时候多起来 爸爸妈妈和你哥哥 父母 爸爸妈妈和你哥哥 爸爸妈妈和你哥哥 早了二十多年 现在已经太不重灵了 还剩你了 甚至我的小的梦都梦见了 我的儿子老头宰 你现在爸爸妈妈都叫 跟你起个名叫 黄建峰 是不是看脚下 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太像了 真的 真的太像了 狗仔老鼠仔 你看 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两个儿子坐中间吧 来快坐下 坐下坐下 坐对爸爸坐 来妈妈一边一个啊 搂着 这边是大儿子 这边是小 哎呦高兴了 先让七月给说说 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 好不好 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 它一直就生活在 距你们家只有三十公里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那个地方叫渔虎镇 知道吗 以后要在老婆那里做塑料 上厂做工的 如果他在那里做工 我就见到我的儿子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 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 我现在是在渔虎镇生活 我工作是运输的 有时候朋友那边 要拉货就去那边 好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差不多五六次吧 五六次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 广东接洋市的公安民警同志 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了 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来 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有请黄警官 朱警官 黄警官 朱警官 谢谢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 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 为我们介绍一下 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 好不好 先请黄警官 这个老鼠仔被拐购案件发生后 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我们无论谁接手 初中只有一个就是破案 导人 然后近二十年来 我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 进行找老鼠仔 从未放弃 就今年九月十六号的时候 我怕那个黄江松和那个 田慧安应阿姨 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 我有时候会打电话 跟他们聊一聊 九月十六号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 跟那个黄江松 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就在聊到说 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 长得像谁的时候 叔叔就跟我说 他长得像他哥哥 我那时候就大胆地设想 要想用智慧刑警物系统 比对系统 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 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 看能不能确定一下 我们的侦察方向 拿了狗仔的相片 进行了那个比对 比对了以后 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 有90%以上的有几条 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 那个小时候的相片 我又研究 研究比对筛查 确定这个空港 也就是现在渔湖 林玉葵 把它做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 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 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葵 生活的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 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葵 他是抱扬的 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葵的血样 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 通过这个比对以后 科学证明 林玉葵就是黄江松 田慧云夫妇的亲少儿子 太好了 利用科技的手段 再加上我们民警的 不懈的调查走访 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 真的是最好的一个 大好的结局 真的棒 真的棒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 其他的来自津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 也来到我们现场 让我们一起感谢他们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各位 请坐 请坐 另外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还有来自公安部行政局的副局长 让我们有请公副局长 为我们发言 来有请公局 对于这个案件 我们想说 打击拐卖犯罪 和解救 和找回被拐儿童 是公安机关 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神圣之责 和历史使命 对这个案件 只要案件一天不破 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就一天绝不能停 人贩子 四个人贩子 一天不到案 我们的工作 就绝不能停 被拐的儿童 这老鼠仔 一天不被找到 不被解救 我们的工作 也绝不会停 谢谢 谢谢公局 方博士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种盗贼 有人偷我们的钱 有人偷我们的物 但我们最恨的是 哪一种盗贼呢 偷走我们的心 所以我在想 拐卖而同的 这些人贩子 最可恶的是 他把父母的心偷走了 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 说孩子是父母 在体外游走的心脏 但是这回 成了在体外失踪的心脏 从那一刻起 我们的父母 就没有一分钟 可以安下心来 所以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们的警官 看到了这一对夫妇 他们可能心情 会经常不好 于是要跟他们聊一聊 我觉得这可能是 在漫长的寻人过程中 我们经常忽略的 一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我不是说事情不重要 而是往往寻找的过程 是漫长 但太多的父母 在这个过程 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但可能正是因为 我们的警官 关注到了当事人的内心 家长的内心 才让他们能够在 不安心的同时 至少先安下家 这样那颗游走在体外的心脏 最终才有归出 我也希望这样的工作 不光是我们警官来承担 他们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了 有更多的人关注到 能够支持这些家长朋友 谢谢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生 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 你告诉我们问到什么了 我问他过得好吗 过得好吗 然后结婚了吗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结婚了 是的 他好高兴 未来有什么打算 天阿姨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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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 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 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 在这个时候回家 预示着双喜临门 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 合家欢乐 幸福安康